謝謝大家收看我這個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介紹我使用程式和遠景硬件 各方面的體驗、Gadget 和大家分享的 因應香港的疫情 香港政府就要求食肆顧客使用我們這個安心出行的程式 又或者填上個人資料表格 這個就是連鎖店所提供的表格 但我們作為香港的市民當然是熱烈支持政府 於是我就用了一部舊的iPhone SE 來做安裝這個安心出行的程式 首先我就用一個不要用SIM卡 用外面的WiFi 首先我就登記了一個Apple ID 然後我就下載這個安心出行的程式 於是接下來我還要更新 更新了iOS的 那譬如我這個版本就是 14.5 又或者可能你的版本是14.4 那也沒有問題的 那待會我再說我們為什麼要更新這個版本 OK 那好了 那於是呢 我其實應該用得這個程式的了 但用之前呢 我就建議大家呢 都是做幾樣的事情了 首先呢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一個手機 轉了Airplane Mode 即是飛行模式 那它就不會連上任何的 WiFi 或者藍牙 把資料傳送出去的 那接著呢 第二步呢 我們就在一個Privacy那裏 那裏 把這個Location Services 然後就關掉它 那我們就不會有這個 比具追蹤的可能 第二 還有這個Tracking這裏 就要關掉它 等其他的App呢 就不可能呢 追蹤到我們 手機的活動 那就會加多重保障 那我自己都試過呢 裝了這個程式之後 按進去 掃描 都能夠成功掃描到的 那希望呢 我這個分享呢 能夠幫到大家啦 讓大家真的可以呢 用這個安心出行的程式 但我們不是真的安心出行 而是走出去深安 那就最好了 其實呢 這個方法呢 不單止是適合 我們香港人的 其實也適合一些 在外地 來香港 例如去食肆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一部舊的iPhone手機 就可以 好好地使用這個程式 大家不妨試一下 如果你們覺得 這個 今次的訊息對你有幫助的 請給我一個讚我 多謝大家 拜拜